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不被生物学原理所认可 是一种破坏性的牙齿修复技术 而种植牙是在牙草骨内植入一个纯钛材质的人工牙根 纯钛材质与人体契合度极高 在现代外科医学上使用广泛 待人工牙根与牙草骨预合稳固之后一般需要三个月 在牙根上再安装一颗烤瓷牙 种植牙被誉为人类第三幅牙齿 可以替代针牙并实现其功能 不像烤瓷牙需要借助鳞牙的支撑 除了修复方式外 二者的禁忌症也略有不同 烤瓷牙需要看牙根的健康情况 如果牙根受损 是不能做烤瓷牙的 而如果有未受控制的糖尿病 血液系统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 严重的系统性免疫疾病等等 这些情况是不能做种植牙的 从适应症来讲 烤瓷牙更适合针对牙齿断裂 牙齿缺损 牙齿染色等情况进行修复 而种植牙更适合于牙齿缺失的修复 种植牙和烤瓷牙的治疗费用也不尽相同 烤瓷牙品质最好的全瓷牙官一般不超过一万块钱 而知名的种植牙品牌都在一万元以上 但种植修复手术完成后 只要维护得当 种植牙可以使用一辈子 以自性投入 省心省力 而烤瓷牙使用寿命一般在五到十年 到期后需要在区关重新磨损健康领牙 第一次三颗罐 第二次五颗 第三次七颗 花费越来越多 使用舒适度越来越低 从年龄上来考虑 一般会建议做种植牙 因为种牙后 牙齿的咀嚼能力 能基本恢复到真牙的水平 且种植牙使用寿命长 是考虫牙所不具有的优势 考虫牙使用中 因咀嚼能力不强 稍不住一稍糍牙 就有可能蹦瓷 甚至脱落 而目前的情况是 相比价格稍高的种植牙 考虫牙反而显得更加亲民 在国内 考虫牙拥有着一批死忠粉 而在国外发达国家 考虫牙已逐渐被淘汰 尽管它价格相对较低 但由于它的技术缺陷 口碑一直就没写来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许多装考虫牙的朋友 因为灌金属氧化 而造成细菌侵蚀 导致基牙损坏 上部考虫牙全部拆除报废 在种植牙在国内流行前 考虫牙深受大家喜爱 但是现在 有条件的 纸的口腔还是建议做种植牙 你对种植牙和考虫牙 有什么想聊的呢 或者有哪些牙齿疑问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本文有纸的口腔整理编辑 如果有牙齿问题 也可以问我 哦 看更多趣味科普 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